近期二手樓市場,無論成交量及成交價,都均告優多於起。 二手C樓上且面對,足多增少問題,二手居屋情況就更是雪上加上。 除二手C樓連番劈價,重錯同驅留價,很多二手居屋陷於更難出售的局面。 甚至連看樓客都教過去樓市暢旺時期少很多, 再加上多個居屋黃屋苑如富榮花苑,富強苑售價均連番失守。 假如讀者想撈底入市,就要了解二手居屋有何局限。 先說二手居屋優點,一般來說,二手居屋會比同區C樓面積大,間隔相對實用, 這是人人都知的優點。 另外,教新的C樓普遍設有會所等設施,相對管理費開支,自然會教居屋昂貴, 想將居住成本下降,減少管理費支出是重要一環。 就地點來說,不少居屋的位置也甚為理想,甚至很多事極近鐵路站,交通方便, 因此以自住來說,居屋性價比高,向來是不錯的選擇。 然而,如果期望物業升值,二手居屋一般升值空間教師樓低很多,再加上其他局限, 令二手居屋炒賣價值是很低居屋有很多明顯局限, 未買過居屋的人可能未必清楚。 一般人都知道居屋轉售設有限制,假如未保地價的話,只能轉售與房署合資格人士。 例如白居二或六條客,變相客源相對較窄, 承擔能力亦較低,所以居屋造價很難可以跟居屋匹敵。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按揭問題。 與居屋不同,一般來說銀行會視乎該屋院上如多少房署擔保期, 以批出按揭年期。 如果居屋已達十年以上樓齡, 哪接手的新業主, 可能最多只能獲得二十年按揭還款期, 因此對業主轉售來說,可謂頗為不利。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局限在於重案, 對物業持有者來說, 利用重案以套取資金是慣常做法。 不過,這在未保地價的居屋世界卻行不通。 假如買家購買的是未保地價居屋, 就算已經供原物業也好, 亦無法透過重案套取資金。 想套現欠靈活雖然政府文件顯示, 業主是可以在房署批准下透過重案套現, 但實際上,並非完全自由地使用。 例如申請人需要基於紅白事、 家庭成員升學或財困等原因, 才有可能獲房署准許重案套現,套現金額也不是除業主自由決定。 假如需要一大筆資金的話,要利用居屋套現就很難, 故居屋在資產運用常遠不及私樓靈活。 且居屋需要保地價才能出租, 因此就算日後供原居屋後,業主想移居, 居屋亦無法放租,以製造被動收入。 靠近北子家庭成員 有些部分, 1966的治療吸引物leich所持有所欲,